天高海阔 张修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最近拜登因为中期选举的原因 他经常在公众面前讲话 那么最近拜登又被大家看着他讲话的这个前欧矛盾 之前拜登讲到俄乌战争的时候 拜登曾经说过 他说他认为现在是人类陷入核战争危险的水平 已经高到了1962年的水平 拜登所说的1962年是什么意思呢 当然我们知道1962年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 这段历史过去我们在节目里面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当时美苏之间真是差一点爆发了核战争 因为一位苏联军官阿尔西伯夫阻止了他所在的潜艇发射核一雷 所以才没有让这场核战争真正打起来 所以当时其实离核战争真是只有一步之遥 那么拜登现在说 因为俄罗斯的核武威胁 所以导致了现在世界陷入核战争的风险 已经达到了1962年水平 那么听起来呢 十分恐怖 因为作为美国总统拜登 他掌握了相当多的情报 包括之前他说俄罗斯一定会入侵乌克兰 也就是他掌握了很多情报 他知道俄罗斯已经做了这个入侵的实施准备 所以拜登掌握这么多情报 他认为现在核战的危险已经达到了1962年 就是只有一线之差 那么很多人听到拜登这个说法都十分的紧张 但是后来呢 在这个礼拜二 拜登突然又改变他的说法 拜登在接受这个CNN访问的时候 他说 我相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是理性的 只是在入侵乌克兰的问题上 他出现了严重的误判 并且呢 拜登说他认为普京不会使用核武器 这就奇怪了 拜登之前才告诉大家说 我们现在陷入核战争的这个危险 已经达到了1962年的水平 但是为什么几天之后 他又说这个普京是一个理性的人 他只不过是因为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误判 但是呢普京肯定不会使用核武器 其实我们知道当拜登讲完说 这个现在的这个核战危险 已经达到了1962年的水平之后 无论是美国政府的一些高官 还是白宫的发言人的说法 都跟拜登不同调 所以拜登后来才改变了他之前的描述 认为普京不会使用核武器 拜登这样讲啊 让我们再次看到 拜登很可能又说胡话了 拜登为什么说这个核战的危险 达到了1962年的水平 会令到一众高官 包括白宫发言人马上出来澄清 以表达美国政府的看法 跟拜登不一样呢 其实我们知道 现在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 真是要使用核武器的话 真是很多人会害怕 我不知道美国政府的官员 或者美国军方将领会不会害怕 但是最起码呢 很多生意人很害怕 比如说马斯克 马斯克之前不是搞了个什么民调吗 说这个乌克兰应不应该 把这个乌冬割让给俄罗斯 把这个克里米亚半岛割让给俄罗斯 从而换取这个和平呢 马斯克那个民调 说到了广泛批评是一回事 美国前总统川普也说 现在俄乌之间要赶快谈判 不谈判的话 核武战争的危险非常大 无论是川普还是马斯克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就是他们是生意人 他们知道 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冒天下之大不为 真是在乌克兰使用一个战术核武的话 这一定会令到整个欧洲的战争全面开始 那么这对生意人来说 无疑是个非常严重的影响 可以说是个毁灭性的打击 那么到时候世界经济会出现 什么样的这个局面就不言而喻了 所以啊 这些生意人都希望赶快 让这个俄乌战争结束 那么在看相关新闻的时候 我脑子里面一直想起文革的时候 在中国一首唱得很红的歌 叫东风吹战鼓雷 现在世界上到底谁怕谁 当然这首歌说的是中国人民不怕美帝国主义 那么现在这些像川普 像马斯克这些生意人 似乎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核武威胁 非常害怕 那么欧洲国家害不害怕呢 我们昨天也讲到七国集团的声明 让我们看到欧美国家 其实对普京的核威胁并不害怕 虽然说拜登说了这个核武的 这个核战争的危险达到了1966年的水平 一众美国的高官赶快出来 跟拜登唱反调 我们可以理解这些高官不希望 这个核武战争威胁 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这种说法 把美国的一些生意人吓怕了 让这些生意人站出来反战 反对美国反对欧洲 对俄罗斯进行援助 所以这些高官才要制止拜登这个说法 拜登后来也说 大家放心普京不会用核弹 其实如果说很多人 特别是美国的选民都担心核战的话 美国的选民或者是欧洲国家的选民 反对政府对乌克兰进行援助的话 那么这对欧美政府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阻力 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 联邦的高官要站出来 跟拜登唱反调的原因 但是欧美国家的政府领导人 真是怕了普京的核威胁吗 很明显并没有 比如说我们昨天讲到的 七国集团的声明 说清楚了 乌克兰在抵抗俄罗斯入侵这件事情上 他们需要什么 七国集团我想这里边也包括了北约 就支援什么 我们也看到包括德国法国 这两个在援助乌克兰方面 原来并不积极的国家 现在也积极的向乌克兰提供各种武器 而乌克兰呢 似乌克兰也不害怕 何以见得呢 我们看在乌东 乌克兰军队的攻势依然在持续 现在你在媒体上看到 乌克兰军队的攻势有不同的说法 有些说什么占领了某一个城镇 有些说占领了某些聚落 我很难去判断说乌克兰军队的进展 是不是我们在媒体上看到是一致的 但是最起码乌克兰军队的攻势没有停止 这就说明了普京的这个核弹威胁 并没有令欧洲国家 美国停止对乌克兰援助 也没有令到乌克兰军队 停止对被占领地区的攻击 所以似乎欧洲国家 美国的政府并不怕俄罗斯的核威胁 只不过怕选民一旦产生反战情绪的话 那么令到政府会陷于两难 那么俄罗斯呢俄罗斯有没有害怕呢 我们看到最近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公开说 愿意跟西方国家谈判 愿意跟乌克兰谈判 而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兰也说 他觉得普京想跟西方国家谈判 为什么俄罗斯现在从不同的渠道放出了消息 认为是时候坐下来谈判呢 其实啊我们说俄罗斯有这种表态 正说明了俄罗斯在战场当中的资源 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那么现在谈判的话 对俄罗斯是有好处的 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可以把战线固定在现在这个状态 如果战线能够固定在现在这个状态的话 那么这就让普京之前举行的 自欺欺人的公投 看起来已经成功了 因为这些地方依然被俄军所占领 第二个呢最要紧的是俄罗斯可以喘口气 可以重新生产一些军事装备 调整部队以图接下来再跟乌克兰军队进行决战 这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我们看国共第二次内战 当共产党的军队打到长江边的时候 蒋介石也下野 并且呢国民政府也提出了跟这个中共谈判 这个谈判呢就是希望喘口气 重整一下实力 可以在美国那里拿到更多的这个援助 然后呢再进行这个反攻 现在俄罗斯的想法也完全是一样的 俄罗斯总统最近就公开说 现在俄罗斯已经完全准备好了 利用这个北溪二号向欧洲输送天然气 我看到普京这么说 我突然就更加明白了一件事情 就是到底是谁炸了这个北溪一号 跟北溪二号的输气管道 现在我更加确定的是俄罗斯所做的 为什么呢 如果说是美国做的或者是乌克兰做的 那么他必然要把这个北溪二号两条管道 统统给炸毁 让这个欧洲断绝了 从俄罗斯得到天然气的这个想法 这样呢 欧洲就被迫要从美国买更多天然气了 但是普京现在这个声明告诉我们说 原来当初这个北溪二号管道被炸 只炸了一条 还有一条是可以用的 所以现在普京说 只要欧洲做好了准备 就像拧开水龙头一样 北溪二号就可以向欧洲输送天然气 普京这个说法就印证了 当初炸了一条 就是还留了个后手 先吓唬你们一下 然后呢 如果你们真是怕了 不要紧我还有一条可以输送天然气 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做起来谈判 让目前双方的战线稳固在这里 那么我的这个公投也就看起来也就成功了 但是问题是德国马上拒绝了 开通北溪二号这个要求 换句话来说 欧洲国家 北约国家 美国在这个援助乌克兰跟俄罗斯对抗 到底这问题上一点都不退让 所以看来美国欧洲国家 对这个俄罗斯的核威慑 并不是这么担心 在援助乌克兰击败俄罗斯 这个问题上毫不犹豫 那么既然普京愿意跟西方国家谈判 似乎最近普京有一个机会 就是二十国集团峰会 普京会去二十国集团峰会吗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上节我们说俄罗斯总统普京 放出了风声 想跟西方国家谈判 很明显俄罗斯在俄乌战争 节节失利的情况下 想找到一个喘息的机会 那么俄罗斯总统普京 如果想跟西方国家谈判的话 有没有机会呢 最近就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在11月即将举行二十国集团峰会 如果想谈判的话 二十国集团峰会领袖之间的 这个私下会谈 无疑可以创造一个很好的条件 但是普京会跟拜登 在二十国集团峰会谈判吗 似乎拜登已经明确表态了 他不会跟普京谈判 除非一个条件 就是俄罗斯不是判了一个 美国女子职业篮球的 一个运动员 这个常有毒品吗 拜登说 如果说俄罗斯想特赦 这个运动员 他愿意跟普京谈 其实我想拜登这个说法 基本上是废话 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 只是跟拜登谈 特赦美国的一个囚犯的话 拜登这个目的 他当然希望达到 但是普京会不会让拜登 达到这个目的呢 我想是不会的 因为拜登如果能把美国人 从俄罗斯上救过来 无疑对他的中期选举 对他2024竞选总统连任 是有利的 那么普京到底会不会去 20国集团峰会呢 现在俄罗斯官方的说法 是这样说的 说俄罗斯不确定 普京参加这个峰会 有没有安全的忧虑 所以还没有决定 我个人觉得 普京参加这个峰会的机会不大 因为如果普京参加这个峰会 而西方国家又不愿意跟他谈 俄乌战争的停火问题的话 那么普京无疑就会在这个峰会上 受到西方国家的羞辱 这对普京向国内的强硬派 做一个姿态是不利的 之前俄军在这个战场上节节失利 所以令到这个普京急急忙忙搞了公投 就是为了稳定 俄罗斯国内主战派的这个声音 那么现在如果普京去20国集团峰会 不但没有达到目的 还受到羞辱的话 那么这对普京国内的政治环境 肯定是不利的 所以现在普京很想谈 希望喘口气 很明显西方国家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那么如果普京不去20国集团峰会的话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又会不会跟拜登会谈呢 我们知道在20国集团峰会举行的时候 中国的20大已经开完了 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已经开始了 这两天说实在我很奇怪 网上很多人去猜测什么20大召开的时候 谁能够进常委 我觉得为什么要猜测这个常委的名单呢 常委的名单跟一般的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 常委的名单是谁 这是由习近平定的 说这个习近平在这个定常委名单的时候 什么像党内的不同的这个权力集团要屈服啊什么 我觉得这些都是胡乱猜想 如果习近平在党内还有这个强大的反对势力的话 习近平会有第三个连任吗 很明显习近平在第三个任期这方面呢 已经是胜券在握了 那么既然胜券在握 他又需要跟谁进行妥协呢 其实20大召开之后 习近平已经确定要到这个印尼去参加20国集团峰会 但是在这个20国集团峰会上习近平跟拜登有没有可谈的地方呢 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如果见面的话 跟之前两个人电话会的结果不会有太大差别 为什么呢 我们看最近美国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国晶片行业的禁令 这个禁令可以说让中国的晶片行业的发展 又陷入了一个新的困难的境地 我们看美国的封锁从过去的这个设备啊 原材料技术啊 最新的禁令啊 连人才 美国也采取了强硬的措施 如果你拥有美国的绿卡或者美国的国籍的话 你不能在中国加入中国的晶片行业 中国如果想在晶片行业上弯道超车美国的话 没有先进的设备 没有原材料 没有技术 再加上没有人才 没有人才才是最关键的 因为人才可以创造一切 人才可以创造先进设备 可以找到先这个生产这个先进晶片的原材料 可以创造先进的技术 但是如果没有人才的话 那么中国在晶片行业想要超越美国 当然就会难上加难 所以美国现在出台对中国的一系列的这个打压政策 令到中国今后在晶片行业上 恐怕跟美国会拉开相当大的距离 如果这个距离拉大的话 美国就可以利用晶片加上美元的霸权地位 在接下来的这个国际战略竞争当中啊 对中国产生非常大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 习近平跟拜登谈能让这些 我们刚刚讲的以上这些因素 能够让美国对这个禁令有所缓和吗 很明显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东风吹战果雷 现在世界上到底谁怕谁 美国对中国采取了这一系列的禁令 中国会怕美国吗 我觉得也不会 最近政坛老妖精基辛格说 他说中国看到俄乌战争的结局 中国想跟美国缓和关系 我想这是基辛格的一厢情愿 很简单 美中之间关系缓和了 这个政坛老妖精在中国的利益 就可以延续 如果美中这样斗下去的话 那么基辛格在中国拿了这么多年的利益 也就终结了 所以他一厢情愿的以为美国出台了这么多政策 中国政府或者说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就会害怕 就向美国屈服 我个人觉得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前不会向美国屈服 二十大之后也不会向美国屈服 那么美中之间的对抗还会继续下去 基辛格所说的中国看到俄乌战争的进展会害怕吗 我觉得俄乌战争对于中国来说 现在最忧虑的就是俄罗斯一旦失败 中国在国际战略上会陷于被动 中国的如意算盘当然是俄罗斯能够获胜 那么让俄罗斯跟西方国家的对抗越来越激烈 这样就会减轻中国的这个战略压力 但是很明显俄罗斯并不是这么争气 普京看起来并不是这么强大 那么现在俄罗斯在这个俄乌战场上节节败退 如果有一天俄罗斯真是在俄乌战场上遭受这个彻底的失败 导致普京政府倒台的话 中国会有忧虑 但是中国会因为这个忧虑向美国屈服吗 很明显不会 因为美中之间现在的对抗 无论是美国和中国都认知到 这是一个价值观的对抗 这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对抗 这是一个制度优越性的对抗 所以现在美国对中国最新的 这个所谓的战略安全文件里面描述的非常清楚 战胜中国成为美国的最主要的目标 即使现在俄乌战争还在进行当中 美国也不认为俄罗斯是美国最大的威胁 而中国才是美国最大的威胁 所以我想东风吹战鼓雷 这个世界上到底谁怕谁 而最可怕的就是谁都不怕谁 谁都不怕谁呢 接下来的结果就是这个对抗不断的升级 除了美中国对抗之外 大家讨论了很多的 包括有些听众朋友 希望我来讲一讲的就是中国的清零政策 其实这个话题我在几个月前就讲过 中国的清零政策是不会改的 因为清零政策是显示中国的现行政治制度 要比美国优越的一个标志 清零政策是显示一尊的决策 永远是正确的一个标志 如果清零政策改变了 那么这个标志也就不存在了 那么一尊又如何存在呢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幻想这个二十大之后 中国的清零政策或者中国其他政策会有什么改变 我个人觉得不会有什么改变 而美中之间的对抗只会越来越激烈 这个激烈到什么程度呢 我个人认为美中之间一定要决个胜负 所以美国接下来 虽然美国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 对中国的这个晶片行业 高科技行业进行打压 但是接下来美国还会有更多的相关的措施 对中国的高科技行业 对中国的这个经济进行一系列的打压 直到美中两国能够决出胜负为止 那么美中两国什么时候决出胜负呢 我希望有奇迹发生 两国最终能够化干戈为玉帛 但是这种可能性 我目前实在没有太大的信心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下个礼拜同样时间 我们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GIVEC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